國內SBL超級籃球聯賽第三週的最佳鬥士也出爐了 新台灣人戴維斯最後是以三分的優勢擊敗了隊友蔡文成 贏得了單週MVP SBL超級籃球聯賽本季取消羊將高度限制 忽遠的新台灣人戴維斯不再有升高優勢 在這一季禁區碰到的對手幾乎都比他高出一顆頭 但戴維斯靠著靈活的打法還是能成功在禁區牽制對手 戴維斯在對決台灣大一戰上場27分鐘拿到18分抓下15季籃板 並成功壓制216公分的對手奈維爾 只讓他拿到8分7籃板 隔天碰上玉龍一翼又幾乎打滿全場 貢獻了21分13籃板還有4季麻辣鍋 戴維斯用亮眼的成績來證明他可以靠速度來前置高度 強勢主宰進去 優異的表現讓他以30分的積分力壓隊友蔡文成的27分 抱走SBL第三週的MVP UDN TV綜合報導